大家好,本期视频教大家如何打银头 这张图是清学入门中教大家如何打银头的示意图 主要分为两个步骤,第一第二 然后打好银头的正面跟背面 那么它主要分两个步骤 可能这张图大家不太明白 它第一步到第二步是怎么衔接的 那么接下来我就教大家如何打好这个银头 这是一根我断了的七弦 是一根丝弦 如何打银头呢 首先你们把琴弦的一端折一折 折好的这个长度呢 正好是银头的 银头左边翅膀到右边翅膀的这一个长度 然后我们再折一折 正好是两折 这样就是第一步就完成了 接下来第二步 我们像给绳子打结一样 绕一圈 绕一圈 然后绕到背后 把刚刚折好的银头呢 从这个圈内穿进来 穿进来 对,就像这样穿进来 然后传到中间 中间的时候呢 就收紧 收紧 好 这样银头就打好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银头的正面 以及盘面 跟琴弦入门中图示的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又容易记忆 是我长期以来总结的一个经验吧 小窍门 现在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